Hello,大家好,我是MKC主播李玉成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 有一位邋遢的年轻人,他住在一个凌乱的房子里面 有一天,他的朋友送了他一朵很漂亮的小花 他把它放在书桌前面,静静地欣赏 这时候他突然觉得,我应该要把一个花瓶把它摆起来让小花放在里面 于是,他找出了花瓶之后,才发现他的书桌其实蛮脏的 当他动手整理好书桌之后呢 又发现跟他凌乱的房间似乎也不大匹配 于是,他又把房间给打扫好 这时候照照镜子,又发现,哇,自己都没有修剪 整个头发没有修剪,胡子也没刮,非常凌乱 于是,他干脆把自己从头到脚都打整理了,焕然一新 这就是所谓的小花理论 生产力中心在接触许多企业的时候 我们的顾问常常发现,企业通常都希望顾问来辅导 就可以解决公司全部的问题 任何恶化的情况都想要全面的处理 但是这样的花费成本其实会非常高 而且很有可能会公败垂撑 这时候我们可以运用小花理论 坚持先从某一个部分开始着手 时间一久之后,整个情况就可以有所改善 也就是建立所谓的示范线的这个概念 许多新的观念,在导入的初期 往往会遇到很多反弹的力量 如果可以先建立规模小的一个示范线 它可以削减反弹的力量 让这个力量一点一点的扩散 进而得到全面的改善 如果想要小花理论发挥效果的话 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几个原则 首先,要选一个示范线改善的难度高 或是范围不能过大 短期内没办法看到成果 困难度也会相对提高 也容易失败收场 而参与这个成员的选择条件 也要愿意配合公司目标的方针人员 为优先考量的因素 能力反而是其次的 在事前,我们要清楚的让示范线 让所有成员知道 他所负责的责任和专案的重要性 同时也给予激励 说明事后的奖励方式 才能秉除失败的忧虑 第二点要注意的是 要能够短期见效 我们建议两个月以内最好 对长不要超过三个月 因为如果拖延的太久 没有见到成效的话 执行的团队成员的信心反会动摇 并且引起反弹的力量 容易以失败来收场 第三,要预防破窗理论 小花理论的运用 同时也要预防破窗效应的发生 也就是说 对于第一项被打破的玻璃窗户 应该要能及时修补好 以避免日后接二连三的 其他窗户都一个一个的也被打破而扩散 第四点 对于关键的一个坚持 也就是示范线的改善导入 应该要对于坚持的关键点 不可以得过且过 一旦失去一个立场和坚持 就会产生破窗效应 最后就会被恶势力整个所击败 第五点 要小题大作展现一个重视的态度 让小事扩大处理 展示管理者对于这件事情的重视 小题大作可以让全员重视 也可以建立起物以善小而不为的一个文化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小花理论 也就是小事累积成功的道理 只要找到可以坚持的地方改善 时间一久 劣势就能够转成优势 也千万不要忽略环境变化的小地方 因为那些不吉言的小善和小恶 都有可能会成为扭转大局的一个关键点 以上MKC 我们今天的分享 下次见 拜拜 拜拜